今天用一盆糯米糊,分享三种糯米粮糕 软糯香甜,又吃又想吃 关键做法都很简单,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 这是200克糯米粉 先加一勺白糖,再加200毫升清水 搅拌成细腻没有颗粒的糯米糊 大概像酸奶一样浓稠度 准备一个宽口浅盘 里面铺一层保鲜膜,会更好脱膜 倒糯米糊,上面再盖一层保鲜膜 这样可以防止水蒸气滴入 开水上锅,盖上盖子,蒸2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炒一些熟粉 锅中加入50克糯米粉,小火不停翻炒 炒到颜色微黄,能够闻到糯米香味 就把它给盛出备用 糯米糊蒸出之后,先取出放凉 放凉之后,接掉保鲜膜 这个糯米团比较粘,我们要放在这种硅胶案板上 或者说在普通的案板上盖上一层保鲜膜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起到防粘作用 戴上手套把面团揉光滑 现在分享三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先就一小团面,按扁 里面帮我喜欢吃的馅料 最经典的馅料就是豆沙馅 这个比较豪满,自己也可以做 放上馅料,随便把它给捏起来 然后再沾上一层熟粉 这样可以起到防粘作用 再放在案板上,擀薄一些 这样口感会更好 软糯香甜,真的越吃越想吃 忍不住一口气又吃了三四个 第二种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糯米团里面,我们放上一些葡萄干或者蔓越莓 这样随便拉扯一下,把它整理光滑 再用糊口挤成小丸子 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再裹上一层熟花生碎黑芝麻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美味 表皮香香脆脆,里面酸甜可口 一口一个,好吃到完全停不下来 第三种做法稍微复杂一点 就一小团面,先搓成长条 然后按扁,包上喜欢吃的馅料 把它给捏起来再搓一搓 上面撒上一层熟糯米粉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我们的糯米条也做好了 三种做法都非常简单又好吃 爱吃糯米粉呢,一定要收团试做哦 赶紧拍下来 继续